台湾的五都选举已经结束了 中国国民党以一颗子弹的奥布 低空裂构保住了原来中部 北部三个都市的席次 民进党则赢得南部两个席次 民进党这次选举得到天使地利人和资助 应该可以一口气攻下五都的席位 应该赢而没有赢 让很多关心台湾政局发展的人 感到很饿玩 很上气 几天来都睡不着好的觉 因为这个缘故 本三人顺手一张 得到火轴魁 魁姑 从魁挂的角度来检讨 台湾的五都选举 火轴魁 上挂是黎挂 黎挂是火 也是太阳 下挂是对是肘 也是金 而这个山挂里头的上边的副挂 也是黎挂 那么黎挂代表的是白天的太阳 也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众目睽睽 大家都眼睛真的很亮来看的时候 他演出了什么呢 这个护挂是砍挂 砍挂是引壶 引壶是什么 是鬼 所以这个险举有鬼 鬼是什么 一颗子弹 是人为的鬼 因为是一颗鬼子弹 所以马英九 也永远不会给台湾人民一个真相的交代 鬼是什么 先级本来是用人来投票 现在马英九 再鬼一抽 火轴魁的上九 这个第九要 谈的就是魁姑 跟再鬼一抽 突然在一抽的鬼 出现在险阱的险区 投下这一抽的鬼票 所以他的票也是鬼票 下挂是对挂 对挂是走是福宝 那么他的五行是金 所以国民党不分白天 不分晚上 无死无扣 不投下重金 撒下重金 金就是钱 用钱去买装 用钱去绑装 去买票 所以正是硬了 隔内改不了吃死 中国国民党 如果不买票 就不会险阱追击老化 那么火的气是往上升的 走还是湖泊 湖泊的水气呢 它是往下流的 所以这两个气永远不交集 因为不交集 所以魁的上九呢 就变成孤 孤呢是孤单一个 孤呢是孤立 孤独 孤立在众人之外 马英九 及他的爱人同志 金小刀 这个马金体制 他是陷入越来越孤立在 台湾人之外 也越来越孤立在 他自己的台湾国民党人之外 而这两个不交集的气呢 也象征着 台湾人民 马英九 马金体制 跟台湾的人民 越左越远的道路 可以分开的道路 疫经 有可变 有不可变的 所以 这就是 变异 是可变的 那么不可变呢 是不易 马英九 的马金体制 借着 撒下重金 借着 鬼票 借着 一颗鬼子弹 暂时 借着 人为的力量 改变了 他该输 或未输的 极面 这是 利用人为的力量 做短暂的改变 就像 医生呢 对得了重病的病人 借着 现代化的医疗方式 可以暂时延缓 这个病人 受众正寝 但是对 马金所领导的 中华民国 他不可变的 就是 他们在台湾的 气数 已尽 所以 暂时可以 远远他们的崩盘 并没有办法 直当 他不可改变的 已尽的气数 为什么呢 因为 火气向上 所以 走是 湖泊 湖泊的水 会想 往下流 两个当中 没有交集 所以 在 五都 选举之后 该是 台湾人民 跟 马金 所领导的 中华民国 购置 分道 扬镳 的时候 到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